你 不好 秦姨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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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渡 坚持住 我带你去医馆 我不要 我不去医馆 带我去见侯爷 我要见侯爷 照样 去把大夫叫到许家 是 十六 在我们许家侍奉多年 我一直以为 她是个忠心乖巧的姑娘 这 这怎么就成了 欧家的内应呢 确实是我冷漏了她 可她就如此恨我吗 竟不惜连和侯家暗害我 侯爷 姨娘 秦姨娘中毒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杀人灭口 是我大意了 快 快去找大夫 快 扶她躺下 姨娘 好 原来 原来 原来你们都知道了 先别说谎 我扶你去休息 你何时在乎过我 何必虚情加义 我知道 我马上要死了 有些话我不说出来 我死不瞑目 没错 我 我就是你们在找的内奸 这么多年来 你表面装着乖巧 其实 怀揣着祸心 你说你做了多少 危害徐家的事 你告诉我 好 我想想啊 输不清了 是刘啊 我把你一个丫鬟 提拔到了姨娘的位置 我给了你身份 地位了 我对你信任有加 不管你的吃串用度 还是月历开销 我一文一毫的不差你呀 我哪儿亏欠了你 你说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你为什么要加害我们徐家 我为什么要害徐家 太夫人心里不明白吗 我明白什么 因为你们轻视我 践踏我 你们虚情加义 伤天害理 不许你 不许你 玷污我们徐家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 胡言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做侯爷的头发 石榴啊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 东西乖巧的孩子 性格温暗室 我才让你做了她的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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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她有了真实 你怕她有了真实 她不高兴我有孩子 所以你让我喝鼻子汤 可是这鼻子汤 让我消产 让我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我失去孩子多少年 我失去孩子多少年 就恨了你多少年 大夫 我没摔着 也没磕着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没了 姨娘 是否服用过什么汤药 那种虎狼之药 姨娘 姨娘之前服用过 鼻子汤药 那种虎狼之药 不是每个人 都能承受的 可是姨娘已经很久 没有服用过了 我姨娘他们也服用 为什么偏偏 救我的姨娘有事啊 大夫 还有办法的对不对 这食料三分毒 那鼻子汤 更是药性寒粮 再说 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这 恐怕以后都难以怀孕啊 大夫 大夫 我不信 大夫 姨娘 大夫 你帮帮我 大夫 姨娘 我让我的孩子啊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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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孩子 也没有侯爷的宠爱 我在这洞跨原小小的一角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你们谁会懂我的孤单和绝望 还有你 罗十一娘 你让我以为我可以养杰克 你让我以为生活拥有了希望 可是这一切全是假的 我也不过是你争权夺施的妻子吧 十一娘一直为你争取 只是我另有打算 家中孩子都是二嫂教养 她才是最适合教导接隔的人选 二夫人高贵 而我卑贱 所以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孩子 让你受苦了 我用心良苦 但用的不是地方 让你造了这么多的难 让欧家下了毒 他还不忍 十六都要死了 你又何必再惺惺作态呢 咱们在说